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杨杨最帅的角色 不是笑奈 也不是若白 而是被人遗忘的她 杨杨 可以说是观众非常喜爱的一位男星 说起她来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不但拥有超高的颜值 而且还是个很优秀的演员 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却偏偏要靠才华 从出道至今 杨杨塑造了太多令人记忆深刻的角色 今天小编为大家盘点下杨杨最帅的角色 一起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吧 在《维维一笑很清诚》中 杨杨是眼笑那一角 外表轻俊雅致 风采佳绝 想让人不为之倾倒都很难 这个角色可以说完全满足了女生对于男朋友的所有幻想 凭借对该角色的完美演绎 杨杨俘获万千迷妹们的芳心 在这部剧中 杨杨不论是现代造型还是古装造型 简直帅到没朋友 在《旋风少女》中 杨杨饰演若白一角 是松百道馆的大师兄 隐忍温厚 面冷心热 剧中的她 一直默默地守护着百草 做她的依靠 该剧讲述了一群为了梦想坚持奋斗 公平竞争 相互勉励的青春少年男女 带着友情和爱情走向一段别样历程的故事 在《全职高手》中 杨杨饰演夜修一角 看似松散 但实则坚毅 执着 身处逆境 却对未来之路坚定 笃定 该剧讲述了被誉为荣耀教科书的顶尖高手夜修 遭到俱乐部驱逐后也不放弃夺冠争胜的梦想 带领一批志同道合的荣耀菜鸟 在荣耀新开的第十区重返巅峰 并最终组建职业战队重夺荣耀总冠军故事 在《少年四大名谷》中 杨杨饰演无情一角 手持玉笛的画面 简直不能再美好了 小编相信只要大家看过该剧 都会沉寂在她的盛世美颜里 只不过当初这部剧播出的时候 并不是很火 很多观众可能都忘记了原来杨杨还演过这个角色 杨杨塑造过的这些角色中 《孝奈》、《若白》、《夜休》、《无情》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 一起来说说看吧! 迪丽热巴说自己大学时没人追 看到照片后网有铁信 世人都不会追 迪丽热巴 娱乐圈标准的大美女一个 杨幂旗下最出名的艺人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的小凤九生的人心 很多网友都直言到迪丽热巴本身就是狐狸的化身 看起来确实很吸引人 她的眼睛很漂亮 一不小心就会让人彻底沦陷 迪丽热巴其实也可以很清纯 看这张迪丽热巴的其刘海造型 给人的整体感觉非常不错 很多网友看见这张照片都直言 这是和平时不太一样的迪丽热巴 能够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还有网友直言这样的迪丽热巴让人心动不已 看这张迪丽热巴素颜状态下的照片 大大的眼睛 较好的皮肤 看起来确实是格外养眼 有网友直言道这样的迪丽热巴我百看不厌 这五官真的是超级精致 一般人都比不上的 还有网友直言道迪丽热巴这颜值只能让人羡慕极度 因为不能拥有 但是在一次采访中迪丽热巴说自己上学的时候没人追 很多网友都不敢相信 迪丽热巴学生时代的照片曝光后 很多网友都直言道是个人都不会追 因为太漂亮了 真的完美驾驭不了 如果不是对自己有十足的自信 肯定不会追迪丽热巴的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